今天已經結束了第一季財報公佈 所以大家就聚焦新的一個焦點 應該是第二季的獲利 我覺得第二季的獲利裡面 以大部分的電子來 可能都是受到了這個淡季的影響 但是光通訊是不錯的 為什麼 中國的光通訊的設備 這個商機無窮 我們看一下 已經漲完了誰 上個禮拜漲最多的是3234的光環 光環漲最多 第一季1PS塊1塊 你可以看漲上去了 華星光在上一波也有表現了 那我覺得你可以注意了 3450的聯軍 我們看一下第一季EPS是2.46 而且毛利率攀到了歷史新高 聯軍 上個禮拜的周圍漲了十幾% 現在又動了 再過來IC設計第二季 哇 頭頭頭 但是有兩家例外 都是電源管理IC 一個是FCL FCL第一季是2.66的EPS 毛利率48% 哇 很不錯 這個很多外資把這一檔的那個目標價 我當然不能講 但是那個提高很高 歷史第一季有2.55 也是少數看好的 再過來傳產 記住 傳產誰 這一季最好呢 你都想不到的 幌資上有的化鉛 哇 我們來看一下 1452的紅印 第一季的獲利是1.36億 YOY 215% 蓮花0.88億 YOY 608% 移進第一季的EPS是0.42% 那毛利率都有大幅的調升 另外像紅遠急盛 急盛的CPL開始在第二季 跌價損失回充 應該股價 你看股價都有點要往上走 所以分別告訴大家 在電子跟傳產 誰第二季最好 你鎖定這個方向